我昨天发布了一条马桶人VS监控人第77期最新预告的解析 有评论说这条信息是假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 因为大公接收的采访是货真价实的 发布这条消息的博主也是受到了同样的质疑 他又出了一条视频来进行解释 我作为观众消息的二道犯者 我不能为发布这些信息的博主拍妈妈保证 说他们的信息绝对是保真的 但是我也不可能因为我的二次传播 来导致更多的粉丝受到欺骗 是假的当然要说出来 是真的当然也要做出解释 所以我补充了今天的这期视频 希望粉丝能够有更多的线索 来自己分辨消息的真伪 大东的回复是 新机会有一些重要的场景 完整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我不知道具体日期完整版 得聚集很可能会在下周某个时候发布 但我不能保证任何事情 有一说一 发布消息的博主被质疑的原因跟我的不同 它纯属于直接给出了采访评论的翻译版 里面有些词语的翻译不准确 原因是博主使用的AI翻译直接发布 而没有经过较对润色 这当然不能怪这位博主 他以前也是这样操作的 因为大崩接受采访使用的是俄语 在座友会俄语的观众不妨露一首 看看大崩原版的俄语回答 是否与AI的翻译有出入 同理我给出的中文翻译 是也是经过了俄语和英语的双重AI翻译后 得出的结果 凭借我个人的理解 做出了对77级全集的发布时间的解析 大崩本人虽然没有对发布时间做出承诺 但这只是没有做出准确时间的承诺 前面说过我被质疑的原因有些不同 因为我在解析这位采访大崩博主提供的预告截图里 犯了一个脑抽错误 这个天文的跟77级part4里最后出现的天文 不是同一个模型 但是这几个模型都是炮灰脸并不重要 加上我确实对这些个天文的名字类型 没有做精确的分类 所以我才马虎地做出了猜测 造成了一个张冠礼带的错误 但是请注意我做出的预测结果没有逻辑问题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